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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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西亞利的一個經典事件是 一個杯子裝水 可以找一張紙蓋起來 那麼 倒放之後拿著杯子 紙就會掉下來 我會有一點變化是這樣子 我首先 我拿這張紙 杯子會掉下去 那當然學生會思考 這邊能夠止不掉下來是因為 這個大西亞利往上 那裡面水壓 遠小於這個大西亞利 所以這邊壓力差沉讓這個面積 所造成那個合力是向上 那個合力向上可以支撐這張紙 那反過來 如果我現在是拿這張紙 那麼到底 這樣的壓力差沉上面積所造成那個合力 能不能把這個杯子支撐住 那我們就實際上四個選卡 小心地拿著這張紙 好 那麼它也可以支撐的 不過這個必須要在一個小尺度才行 怎麼說呢 這個杯子的重量是跟它的尺度的三次方乘正比 也就是說跟這個截命機的 跟它的半徑 這個圓圈的圈面的半徑 是乘平方的 乘三次方是它的重量的關係 但是這個合力卻是 跟它的R乘二次方的 也就是說 這個截命機排R方乘上這樣的一個P 兩邊的各大P 這樣的所造成的合力 是跟R的平方乘正比 但是尺度放大之後 這個重量是乘R的三次方乘正比 所以小尺度的這種照相這個體片 這個是OK的 但是大的杯子 我們平常喝出570的杯子就不行 因為這個一旦放大之後 這個重量是三次方 這效應會大於平方那個壓力的效應 所以大的東西就不行 接著我就會拿著到雪塵圖上 一個一個從雪塵圖上走過去 每一個都很害怕這個會不會掉下來 然後來到一些比較調避的地方 這個雪塵圖上我就故意抖兩下 好 藉這個機會來報仇 多大一點 把它刀揪畫腳 你會發現 這是一個非常有趣的小事